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斌先生 胡斌你好 主持人好 陈国祥先生好 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第一个议题还是探讨二十大 二十大快来说我们中国人就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节目很多档次来介绍来探讨二十大的问题 中国总书记国家主义习近平 我想二十大连任的悬念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探讨过很多次 一般来讲基本上目前来讲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总是还是感觉到是不是什么时候会有灰犀牛 会有意外或者所谓的内斗事情发生 现在很多西方媒体在探导习近平 辖下了很多这个习家班 之江新军 到底福建邦跟浙江邦到底之间 能不能够融洽的生活在一起 或者工作在一起或者是内讧 因为毕竟他分为福建邦跟浙江邦 最主要是以习近平过去的从政历程 以福建为浙江为主啊 尤其是福建光福建这一省 他在那边就服务将近17年长达17年 一个人公职生涯能够在一个地方 一个领域里面有17年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啊 所以我们现在探讨一下 二十大是不是还有暗雷 那这暗雷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在之江新军里面 自己协加班的内动 这个邹教授你要不要先分析一下你的看法 你怎么样看待西方媒体一直在解读 有关于习家班 到底内部会不会发生一些内斗的事情 习近平过去工作的时间 那么最长的是在福建 而他上吊北京之前 也就是掌握大权之前 他是在浙江跟上海 所以他累积了很多的这个旧部署 而这些旧部署呢 也现在都被他重用 可以说他宗教的位置上面 大都是安排他的一些旧事 因为这些人跟他有感情 他也长期的观察他们的能力 那么最重要是被选拔出来的人 对他忠诚没有恶心 所以现在这个北京 围造他身边的这个上海帮 跟浙江帮 也就是浙江帮 这个这两个系统的人最多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说这个出生在福建 目前最受重视的是公安部部长 王小洪 这是习近平在福州的时候 就是他的部署 后来调到河南啊什么的 一路上来 可以说他现在掌握了刀把子 也就是习近平在这个权力的稳固上面 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公安部长 那么其次呢 我们看到这个蔡奇 蔡奇呢 现在虽然这个 在上海服务过 在北京服务过 他其实在上海的时间是比较 福建时间是比较长的 而且他是福建人 所以他可以说是 也是福建帮 也是浙江帮 但是一半还是归纳他为福建帮 另外有一个 黄坤明中宣部部长 也是他的福建帮 另外一个何立波 发改委 这个非常重要 发改委 从此中央政局委 这个有人认为何立波呢 将来有可能成为副总 这何立波是福建人 另外在军权上面 有举出轻重演讲的叫苗华 那么这些人呢 是一路的跟随习近平上来的 因为习近平在浙江上海服务期间 他也建立了一些班底 比如说李强 李强是这个科技出身的一个技术官僚 他非常的精明干点 但这是上海的事被受批评 原来有人认为他可能成为这个博物院总理 现在可能是声望下挫 另外这个陈二敏 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现在重庆市委书记 那么曾经有人说他可能变成习近平接班的 那目前看起来是他比较沉浅 应该这个习近平也没有明显的指定接班的 所以要留待未来观察 现在很难有这个断定 因为陈一新他现在是政法系统 一个举足轻重人物 那么他跟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 这个王小洪 可以说是同一个系统 但是一个是福建系的 一个是浙江系 另外一个这个中少这个中少华 他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军系 这个浙江系 那目前呢是这个也是在军中啊 非常有分量 可能这个蔚来啊 也是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所以目前来讲 吉地名是这个福建系跟浙江系 为他主要的一个目标 当然还很多很多非福建 非浙江出身的人 那么但是我们说这个非常铁的关系 这个福建和这个浙江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是不是有两个派系斗争的问题 这个不好说 因为竞争是必然的 竞争必然的 而且是相互拉拔是必然的 但习近平对他们都非常非常熟 而且他们呢 无论是福建系还是浙江系的 对习近平都是唯命是从 而习近平不需要拉一派 打一派 不需要两派竞争寻求平衡 因为都是他的子弟兵嘛 所以我相信福建跟浙江这两个系统出身的人 应该是竞争是有的 但斗争应该还谈不上 对他们之间呢 争相表现 争取习近平的对他的一个赏赏 或者去砍的好的位置 这应该是存在 这是权力的本质嘛 但是是不是已经到了相互斗争的程度 我相信应该还不至于 所以我的观察就是说 目前呢 所谓之江系跟福建系 所谓的外国媒体讲的斗争应该不存在 也不构成习近平 二十大第三次连任的一个地雷 所以应该不构成这个 目前呢 紧急的或重大的一个难题 好 谢谢 这个我们谈讨过很多次 二十大对习近平的 最大的挑战有哪些 当然有人讲说 这些是清零造成的经济的下滑 还有外在势力 你讲中美之间关系的这个恶化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 这个陈教授也提到了 他认为两派系 之江新域里面的福建帮 跟所谓的浙江帮 有可能会竞争 有可能会 但是至于斗争还不必来 他刚才也点出了几个人 哪些属于归类 比较归类为福建帮 哪些归类比较浙江帮 像丁薛祥这些人 也不算自打哪一派 现在来讲 一般我们讲二十大 重要大家想看一下 习近平怎么安排 二十大政议局常委 这七位 接下来就是 二十大政议局委员 二十五位怎么样来分配 像包括陈全国 孙春兰这些人 有可能就不在这个里面了 那只要现在 你在里面的陈铭尔 或者是李强 这个所谓的蔡奇 还有那个李鸿东 可能是不是继续连任 那刚才那个 陈教授提到 像王小黄这些人 有没有可能体现 像马兴瑞 像新疆的一把手 有没有可能体现 你怎么样看待习近平 怎么样对待他自己的 习家班 这个关于习家班 或者习家军 因为中共 他不像民主社会 你就是在党内 都不可以有这个公开的 这个不同意见的发表 因此呢 在中共内部的派系呢 不像民主国家 是按照政治观点分派 不是这样分的 他也不像开国的时代 比如说毛泽东 邓小平 那些都是打江山的 他们在战争时期 那是各有各的山头 你是白区的 我是红区的 你是一野的 我是四野的 这么来就形成了一些人之间 就比较紧密的关系 而到了现在呢 中共的这官员呢 他们都是被他们上级所提拔 而任何一个领导人 只要他不在第一把手的位置上 他是不可以在自己任内 培植自己的势力 就是组建自己的班底的 那是犯大忌讳的 只有你当了第一把手之后 你才可以张罗你的人马 那么所以这么一来呢 这个 你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我们看到一直到今天 都做了第二届了 这个十九届政治局的常委 那你说一个习家军都没有 只有栗战书 跟他算是老关系 那显然是跟他当总组记 提拔上来有关系 但所谓习家军的人 那是一个都没有 因为你所谓习家军 那就是指你原来在地方主政的时候 你当时比较信任的 一些部署 就是这么些人 而这些人呢 一般来说他既然是你的部署 他的成绩都比较低 你中共还是基本上讲究要论资排辈 因此你习近平当了总书记 你没法一下子就把他们提拔到 要害岗位上来 所以你看到十九届政治局常委里头 习家军一个都没有 现在他是要打破惯例 要连任第三届 这才有机会 使习家军的比较多的人 进入政治局常委 当政治局这一届呢 倒是早有些进入的了 那我们看一下王小红 那当然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那在二十大看来 就是要进入政治局 而且很可能就会主长政法委 当政法委的书记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 所谓习家军的势力 另外呢就是大家关心就是李强 因为在习家军中 你在二十大在下面这一届 最关键的问题呢 如果习近平连任总书记 那最重要的职务就是 下一届总理谁来当 而李强呢是习家军中 就是唯一有可能接任总理的 当然现在最近出了这么些事情 他是不是能够当总理 也还不无疑问 因为当总理的 还有几个比较有利的人选呢 包括现在就已经进入当常委的 你像汪洋啊 他是也要很强的行政能力 还要年轻一点 更年轻的像胡春华啊 这些都是从未来总理的可能的人选 如果你习近平在二十大 在以及在明年的全国人大上 你不能够把你的亲信 安排到国务院当总理 那么你的这个实际的权力 当然就仍然就相辉有限 他当然他属于李强 而李强现在是看来是唯一有可能的 习派人马中可能接任这个位置的人 只是现在的情况看呢 仍然还不够不够确定 那总的来说呢 我认为我也赞成刚才陈国强先生说的 这个习家军他们自己固然也有些 在上位的这个过程中 也会有些竞争 但基本上呢 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因为第一你现在即便在下二十大 那你习近平能够把你的你的习家军的人马 提拔到更高的层级 这个人数都是不多的 更多的还是原来的一些人马 你不能不让他们接着担任下来 所以这么一来呢 更何况习家军的人马 他们都很清楚 他们能够上位全靠习近平 因此他们当然就也会避免彼此之间 在发生一些争斗 因此就是妨碍了习近平的这个权力的布局 所以这个大体上讲 在二十大以及明年的全国人大 最高权力的这种布局的问题上 会有很多这个明争暗斗 当然在习家军之间的这种争斗 一般来说不会 我认为是比较平缓 只是呢 我再重申一句呢 就是即便在二十大 即便你习近平顺利的接任了 赢得第三任 你在最高级的这个层级中间 你能安排你的习家军的人马 仍然是很有限的 这是他中共这个 当然问题也不说那些人马 就是反习的或者非习的派别 他们就从不同的源源上来的 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呢 也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派系 所以呢 新冠在最高的这个权力这个结构中间 真正属于习派的人马并不多 但是呢 他们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势力 因为那些其他的人马 彼此之间 他们缺少横向的联系 他们基本上不能构成 很难形成这个联合起来 跟你集体跟你作对 这么一种经验 因此呢 这个对习近平要 维持他的这个权力呢 一般来说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困难 谢谢胡斌先生 这个陈教授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习家军在20大的表现 是现在目前外界在衡量 习近平二大乔丹之一 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是 经济下滑的问题 那经济下滑 很多人把这个归最为 习近平的动态清零 坚持这样的一个政策 这个导致经济整个下滑 刚刚我们上个礼拜讨论过 这个中国刚宣布 这个第二季的这个GDP 只有0.4 远低第一季的4.8 距离今年全年要达到5.5 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现在动态清零跟所谓旧经济之间 存在了很多习近的竞争 北京准备要发1亿元人民币的消费券 这个1亿元是由北京市政府 跟7万多家厂商一起合作的 那上海没有发 那这一次的这个等于 动态清零的情况之下 等于上海的封城之后呢 导致经济的下滑 上海目前已经把所谓 全中国最大经济城市这个地位 拱手让给北京 那北京现在又发消费券 我不晓得上海为什么这次 没有发这个事情 你怎么样看待 现在目前一般大家在讲 说这个旧经济跟这个动态清零之间 到底习近平跟吕克强之间的 这种微妙关系 我们怎么样的看待 还有北京发的这个消费券 能不能够持续的事迹 在二十大之前制造一种 所谓的表面上的荣景 让这个习近平好像比较好交代 他所谓的动态清零政策 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问题 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的下滑下行 第二个是金融的炸弹 随时有在引爆的可能 而且已经引爆了一些 另外是债务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尤其是地方政府 债务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怎么北京市政府发 这个一亿的这个消费券 我们说这太小儿科了 美国发了多少呀 一个人可能已经领了五六千美金了 是吧 这个主持人是不是 分两次大概都三四千块以上 对啊 我现在生活在香港 香港已经发了好几次 这个消费券 那么最近一次呢 一个人一万 一万就等于是 这个美金 美金是多少 1比7是吧 1比7 也三千多了 一千多是吧 不是三千多 然后呢 也不是长 不是永久居民 什么 永久居民要七年 居住七年 不到七年的 只要你 最近一两年都在香港 你又可以领五千 所以他这个手笔非常大 那澳门各种都能讲 那中国大陆 北京好像是 非常非常少数 发这个消费券的城市 而且金额不大 北京两千多万人 你拿一亿出来 杯水车薪嘛 把消费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社会主力而已 最重要是扩大内需 让人民呢 去采购 采购 然后帮助厂商能够获利 然后中国大陆 其实现在经济下 非常严重 第一季 只有2.5的成长 第二季 0.5的成长 这非常非常严重 这跟全世界 预测都差很大 所以中国到经济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这原因当然跟动态清零有关系 但动态清零只是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 还有其他很多的原因 比如说你这个整顿平台经济 什么补教业 这各种严格的规范 然后房地产业 现在基本上已经到达一个 非常非常危急的一个程度 那房地产是中国 GDP占30% 那么现在房地产业下滑的非常厉害 这对中国经济的成长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但房地产下滑 是你的政策所影响 特别是贷款政策 限缩 这个房地产业者贷款 那么这跟清零也没有关系 而地方政府财政困难 在影响他们的公共建设 投资 基础建设 那么这跟清零也没有必然关系 那金融风暴 中国大陆地方金融系 隐藏着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就是流动性的危机 就是付不出 人家提款的付不出 或者还有这个贪腐的危机 捐款潜逃 或者官商勾结的问题 那么这些也跟动态清零没有关系 所以动态清零真正有关系是两点 第一个制造业的生产 和消费性产业内需 这个消费性产业 服务性产业的一个生意的萎缩 另外当然跟这个运输也有影响 运输就是很多的这个物流 包括国际的物流和国内物流 都受到影响 那么这些影响是阶段性 并不是一直影响下去 顶多两个月就过去 所以它是有影响 但是最直接的影响是其他的方面 而不是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 这个目前来看 确实是有影响 那么习近平自己到新疆的时候都讲 动态清零不要妨害经济 但已经妨害到 它才会这样子 数据也已经说明了 所以这动态清零 是习近平坚持的政策 这个政策是他的政绩的表现 也是他体现中国大陆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但是付出的代价非常沉重 尤其是上海 上海第二季经济成长率是 减了14% 这是非常严重 但当然是清零政策造成的 所以这个越是大的城市 一封城的话 那么它的影响非常非常重大 那除了生产和消费停摆之外 它整个在产业链上面的 一个重要的位置就展现出来 就造成产业链的残破不全 那么尤其像上海是国际贸易的大公会 国际上的商船 这个每天不知反己进入上海 那么现在物流也说了 前一阵子也说了影响 这个不但对中国影响对全世界都很严重 像美国财政部长 他归咎通过膨胀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中国东西用不出来 这当然是夸大其实推卸责任 但是这个物流确实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就是产业链的破碎 不但影响中国 也影响到欧美国家 不过最近有个数据显示 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输出 出口上面不但没有减少 而且有成长 那么台湾一不如此 那么其他很多国家这个出口都减损 这可能我不知道跟美元的升值 有没有关系美元总强 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至少来讲 中国大陆 虽然不但的在动态清零 清零也不但的影响经济 但是总的来讲 中国大陆在经济下水 动态清零只是原因之一 不是全部的原因 然后他国际贸易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也表示他的清零政策造成的损害 是有限了 但是我们刚刚讲过 经济成长率下滑到0.5% 那就是很明显的损害 那么这个当然没想到 但是清零是也不可持其咎 那么现在主导 主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心急如魂 那么经济是他的单 是他必须承担的这个责任 但是现在诸多不利因素 加在一起起作用 所以对经济的这个 情势造成非常非常不利的影响 现在又有输入系的通货膨胀 美国带动的包括欧洲的通货膨胀 也已经到这个其他国家 那中国大陆必然他进口 这个产品或者中间产品 必然会涨价 涨价也没影响到国内的物价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物价也攀升了 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非常不利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经济情势之延峻 是这个改革开放所紧见 所以这个习近平的年生 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责任 都非常重大 对他们承担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他要抢救经济 并没有这个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矛盾 而是经济上面深受清零政治影响 这是事实 但不构成他们的一个斗争 所以中国大陆目前 这个当然经济这个情势 如何提振起来 对习近平的连任 虽然不构成影响 但是对他们的 是不是能够风风光光的 就任第三任的总组 确实是有一点的影响 好谢谢 我们身处了美国 基本上这两年半来 深受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所以餐饮业影响不小 但现在也大部分都 大部分都已经恢复到堂食 已经恢复到 很多人都已经回餐厅吃饭了 蔡奇出了这个招 之前他的防疫跟李强 跟上海的李强 有些矛盾跟冲突 这一次他又发了消费券 你觉得这个消费券 最主要是锁定在餐饮业 你觉得蔡奇这样的一个做法 能不能够像刚才 陈先生所提到的 能够比较有效刺激 中国大陆内需 就让大家能够回到堂食 能够刺激这个餐饮业 能够复苏 然后带动其他相关产业 能够慢慢回来 这个发消费券的问题 它主要有好几个问题 当然第一 它是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刺激终端消费 尤其是在餐饮业 这个可以直接见效的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中国的这个 按照官方统计的数字 在2019年 中国消费品的零售总额 是41万亿 而这次发的消费券 除了北京还有其他一些地方 加到一块还不到200亿 也就是说你发的消费券 只占这个全国消费总额的 0.5% 就是0.05% 太少了 就像陈国强现在 这杯水车薪 你和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采取这些相似的措施 你不但是采取别人更晚 而且你从数量上都说 那和美国都相差的很大 还有一条呢 就是你这个发消费券 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出面 而地方政府 有些地方政府 自己财力就非常紧张 因此他有些想法也发不出来 那么现在发的比较多的呢 还是东南沿海 沿海一些城市 和西部这些个别的一些地区 总体来说呢 还是相当的不平衡 因此对于有些地方 本来经济就不太好 由于疫情的冲击下呢 损失更大 而偏偏是在这些地方呢 政府方面他没有什么作为 他没发什么消费券 你看前年 那中国当年还在就是 这个吹嘘 他在全面脱贫 那现在就是由于疫情的影响了 已经出现了一些地方 又是反贫 又重新回到了贫困的状态 这只是一些表 这个我们能看得到的一个 一些真相而已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他这种 因为消费券 有一个参与消费券 他能刺激的经济的一些方面 也是有限的 对某些行业能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 而在其他一方面 他起不到这个刺激作用 这只是他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再说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所以关于这个消费券 本身呢 都有很多争议 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是 和中国的整体的经济规模 消费规模相比 目前中国发的消费券 这个这个数目还太小 因此能起的作用呢 还是相当有限 嗯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到底北京这次发 这一亿人民币消费券 是不是陈如刚才我们讨论 上他规模太小 太少了 能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能不能在二十大 在下半年 能够对中国的GDP有所的增长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